政府与人民的利益是一致的,根本上是一致的。 不发表或传播损害党和国家形象的言论, 秉持真实客观公正原则,传递正能量。 追求健康向上的文化品位, 追求健康向上的文化品位,深入生活扎根人民, 对社会公众负责,崇尚契约精神,积极自主创新, 树立良好职业形象,做得意双心的文艺工作者。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影响我的很多因素 总数据当年他能够兼挑两百斤小麦 走十里上路不换肩 但是我现在扛大米最多只能扛一百斤 然后还走不了几步就得喘气 耶 还有钱吗 没有钱 哪个钱 没钱 不是我融 是融 国家融 国家融 你现在这不国外有汽油档来了吗 汽油档要给他们打起来就不得融钱吗 那国家融有 我还有有村子啊 有几往先村子人拿着 叫个国家 那我融会有 国家融得有呗 国家有 那汽油档 我们有三个往先叫个国家 停一下乡亲们 现在我们就把这些地契和欠条都烧掉 我们要重新赠良土地 让每个穷人家都有钱 都有地重 政府等于国家吗 国家就是政府 政府就是国家吗 当然不是 政府不等同于国家 国家是由人民组成的 权力来源于人民 宪法规定 国家最高权力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选举产生一府两院一委 来运转国家 一府即政府 两院是指法院和解察院 一委是指监察委 两院一委 均不属于政府机构 还有像四委啊 政法委 纪委 这些都是党组织 也不是国家机构 由于党领导一切 所以会出现岛内职务 兼任国家机构职位的情况 导致有些人分不清党务和政务 所以会出现岛十分不清党让人和政务 期刑有些人分不清党那种